郭民众了解早期的面貌 收告大家的財産安全 是警察目前重要的工作之一 南大管政府警察局 經警大隊長小英鐵 特別請到造成 情侶貿易的合作 化身行為禁止收穫劫 除了來典現 打擊早期的關心意外 也努力為民众來 做董事扎盤的信息 民眾的財產 大大南國隊 幫您守護 南大管政府警察局 行政大隊長小英鐵 請到操票樁 化身為禁止收穫劫 傳染當時選選選擇財財的決心 南大警方定期的 向銀行行員選到最新的財財信息 今年統計到四月 警方和銀行共同組黨 成功的案件有184件 組黨被騙起的金額 達到6,283萬多 以投資詐騙 是最為大宗的 標榜 低風險 高報酬 穩賺不賠的話數 來誘使民眾加入假投資的群組 購買非正式上市的股票 或期貨等相關的金融商品 等到民眾要提臨時 炸雞集團就會以各種理由來拖延 讓民眾才發現說投入的金額無法再領回 那詐騙集團也會利用AI的部分 利用變臉變聲的方式 假冒民眾最熟悉的親人或朋友 臨時有急用需要借款3到5萬元 民眾應該跟自己熟悉的親友建立相關的通關密語 甚至是再一次的打電話跟當事人做一個確認 有不少民眾都督到包裹詐騙的進行 就在南島市長中加鐵 最近也收到一個幽靈包裹 就是在消費者沒有下定段的 中空下 詐騙集團 夾出相片並發散告會的簡訊 同在消費者正用朝雄問市 立錢跟貸費 竟向貸市 目前四大朝雄都提供相關貸錢 貸費貸貸 協助消費者向向上申請貸貸貸錢 像這種幽靈包裹詐騙部分 他首先他的特徵是什麼 他都是會用那種爛爛的紙箱 然後黃色的膠帶的部分 然後大部分都是中國的轉運商 然後大家如果說 其實你有接到 就是像我們自己都很常在買網路購物 如果說有接到可能簡訊有收到說 我自己有購物的話 記得要先去你常購物的網站 上面看一下你的商品序號 還有收穫序號的部分 我們四大超商業者 他們都有提供相關的退款機制 請大家如果真的不小心收到的話 我們聯絡他們相關客服 舉 transitional Alexandria 其實事情要在 punished ord life 報道 報道